17.既然一生造恶,临终念佛就能代业往生,生到极乐世界又不再退转,足证弥陀的愿力实在是不可思议。 这样看来,在我受命报尽前,先做世间事业,直到临终再来念佛,可以吗? 答,这是多么荒谬愚蠢的话,这种话比披霜震灸还要读,不但耽误自己,也误导世间的善男信女。 所谓的逆恶凡夫,能在临终提起佛号,那是因为素式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。 才能遇到善知识,教他念佛求生。 这种侥幸的是,万万人中找不到一个半个,并不是人人临终都能这么幸运。 群疑论说,世间有十种人,临终不得念佛。 没有遇到善友劝导念佛,夜苦缠身,中风湿雨,黄乱丧心,遭逢水火灾难,或遇财狼凶险。 有恶友来破坏信心,昏迷致死,刀兵战争而亡,呼坠丧命。 以上这十种障碍,都是平常眼见耳闻的事,都是素叶所招,献叶所赶。 突然现前,来不及提防的,再说,凡夫又没有神通,哪里知道临终时,有业无业,好死横死。 况且,这十种恶缘,只要遭到一种,就完了。 大县一到,手忙脚乱,就算有活佛围绕,恐怕也救不了,只好随夜受报,向三徒八难中受苦受罪。 那时想要再听到佛名,也听不到了。 就算没有碰上这些恶缘,只是生病而死,也免不了疯刀解体,四大分离,可比生龟脱壳,螃蟹落汤一样,痛苦交迫,念不了佛。 就算无病而死,就算无病而死,就算无病而终,但是世缘未了,贪生怕死,六神无主,再加上遗产没有分配,后世没有交代,妻儿眷属在旁边哭哭啼啼,想念佛也念不了。 就算一口气没断,只有少病少痛,可是身影叫苦,还想问药求医,祈祷忏悔。 这些杂念缘缘,佛也念不好。 就算没有病痛,只是年纪老大,摔向现前,还得时时照顾这把老骨头,不能安心念佛。 就算未老以前,正直少壮,正好念佛的时光,但是狂心未歇,百般的俗事纠结,整天随处攀缘,心事不定,念不得佛。 就算是清闲自在,有志于修行,但对于名利事实,照不破,放不下,拿不定,做不断,一个境界线前,马上就跟着迷惑颠倒,佛也念不好。 可以想见,人在老病之时,少壮清闲,又志在修行之日,只要稍有一事挂在心头,就不能专心念佛。 何况是面临生死的那一刻,谁有把握好好念佛。 何况且世间事业,如梦如幻,哪一件能替得了生死? 纵然是出世间的善事,广造塔寺,攀求名位,哪里知道,天堂未旧,地域先成,生死未明,皆成苦本。 等到受苦时,才明白,原来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事业,全是家上添加,锁上添锁,货汤下,增柴探,剑术上铸刀枪而已。 其实,人生在世,如石火电光一般,眨眼就过了,应当趁胃老胃病以前,抖擞身心,放下俗事,有一天的时光,好好念一天的佛。 就算没有时间,得一时的功夫,就修一时的敬业,管他临命中是好死横死,我的往生资粮早已办妥了。 希望大众要三思再三思。